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羊 我們現在打類傻橄欖樹下 那這邊帶大家用免費的神隊長齁 冥界總裁冥王哈迪斯來通關 那這邊的話 龍科看你自己想帶什麼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太大差別啦 如果沒有慈愛的話 就用 看你隨便要把他湊什麼三種族都可以 慈愛不是必要齁 那我們就直接出發吧 如果沒有泳裝艾莉亞 用超人迪迦也可以 反正你就是把他湊好光暗的三種族就對了 這樣才吃得到隊長技齁 來 第一關這邊幫你回技能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一康送給他 好 來 接著第二關 好 第二關七康 那還記得哈迪斯的玩法吧 你手銷全光或全暗其中一種 就直接幫你加八康了 那我們這邊是直接開泳裝艾莉亞 來 接著我們開哈迪斯 那我們做一件事情齁 抓角色珠下來 那這樣子的話就確保你抓的是暗珠了 好 那這樣子有手銷到全光 也直接幫你加combo上去 這邊完全不是問題 好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下一關 下一關這邊是不能守銷心 然後他又會浮石騙你 這邊我們就直接解鎖 那一樣 就一康送給他 這邊完全不是問題齁 好 這邊帶走 來 接著第四關 來 第四關 這邊如果你沒有強化珠的話 兩個辦法 把泳裝艾莉亞或者慈愛開下去都可以 那這邊就又有強化珠了 那一樣是手銷全暗的情況下 OK 這邊帶走沒問題 好 接著第五關 來 第五關這邊的話是不能手銷光 那他是100%的減傷 我們就先做一件事情 把光消乾淨 好 那消乾淨之後呢 我們一樣去把哈迪斯打開 好 那這邊我們可以把泳裝艾莉亞變下去 好 然後再開他的技衣 然後把變身 不是啦 把哈迪斯開下去啦 好 那這邊的話其實 我會建議大家去抓暗珠啦 一來是這一關就是不能守銷光 所以我們去守銷全暗 但理論上來說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是抓暗珠起來用 好 那這邊就是不要去 不要去銷到那個 不要去銷到光珠 好 那也要記得銷到全部的暗 這樣子 好 來 這邊就直接灌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再來就來到王一 他會冰封你 那個三顆水 他會硬轉三顆給你 所以這邊就是自己稍微注意一下下 我們一樣稍微去疊就好了 好 這邊不用害怕 你只要都是 暗抓起來 他整版暗 有減傷 完全不用擔心 好 來 這邊一樣齁 就是再做一次一模一樣的動作 你一定消得到全版暗 那種情況下 絕對OK喔 好 第三回合 這邊你可以把泳裝艾莉亞開下去 好 那這樣子開下去就相對好解一些些了齁 那一樣 你可以 不要去把那個消掉 這邊沒有轉到 OK 就不要去手消到水就好了 冰封的記得去疊一下 因為 你沒有疊到他傷害會很大齁 雖然說有80%減傷啦 好 那這邊的話 最後就看你自己要不要把那個哈迪斯開下去 這邊我是建議不要會比較好啦 所以最後一回合就是直接 手動去疊這樣子 好 這邊看起來不太妙 好 這樣子疊 OK 好 只要有疊到冰封都沒事齁 好 這邊就直接帶走來 接著單擊武藝齁 好 那這個也非常容易 你有點燃他的話就小case了 好 這邊我們就用卡諾了 把它點燃 好 它點燃之後看你自己想要把什麼珠子炸掉 你要炸成整版都是光也沒問題 你就去把山鼠炸掉齁 聖光暗星也OK 那最後你如果真的怕傷害非常不夠 你就再把角色珠抓下來 這個也是OK的 就是看你自己怎麼去 運用分配這樣子 好啦 這邊最後就是等秒數到齁 這個秒數落落長 你如果覺得傷害可能有點不安心 你要轉直行吃昇華也OK 但是基本上都絕對足夠 所以不用擔心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冥王哈迪斯通關 來給大家做參考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